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 而阿宝背后就是夜东京的老板娘林子 在阿宝被撞伤的那段日子 各式各样的人都找到了他那里 而第一个找到肇事司机的人也是他 靠的就是他的头脑和手段 林子把阿宝养伤一个月找过他的人进行了会训 其中一个叫陈良的人三番五次打来电话询问阿宝的情况 林子用话套出对方并不是本人 于是把阿宝晚上十一点回来夜东京告诉了对方 不过你要是怕呢 怕他看到你还没死掉再杀你一次 现在就从后门逃掉了 我来看看到底是谁 阿宝眼里上海滩的女老板有两种 一种是名气大的锦江梅龙镇那种 老板娘的名字就是招牌 另一种是名不见经传 几张台子几个小菜 但卖的不只是小菜 是神通广大 随着时间到达十一点 阿宝也看到了撞自己凶手的名量 每次只要阿宝来夜东京吃饭 跟着他一起炒股的胡鹏狗友们都会挤来 买单的当然只能是阿宝本人了 那么我们夜东京帮你降降火 留掉一点对吧 这样我们生意常做常有呀 阿宝也是个会哄人的 当被阿清问起他今天怎么不去黄河路 林子这家夜东京其实是阿宝和外界联系的窗口 宝总这种有身份的当然不是阿宝阿猫都能见的 林子最爱逛的是夜东京对面的精品店 来 珍珠二环 日本老牌子又大又圆 价钱又便宜 不要 我告诉你啊 手势跟男人一样 将就不如不要 林子很清楚自己要的和阿宝要的 阿宝这种人啊 当股东呢是有面子的 当男人呢一包气 对的 第二天夜东京的股东大会上 林子表示自己永远是他的后路 就算阿宝生意崩盘倾家荡产 回夜东京总有一口饭吃的 阿宝还没来得及感动 你就会想念今天 我们一大清早干了这么远的路 来开夜东京股东大会 是多么值得的一件事情 两人开完甜蜜的股东大会后 刚回到夜东京 阿宝就表示自己最近股票赚的钱 都花完了问他要借领钱 你有什么值钱东西吗 我告诉你啊 夜东京的东西全是我的 你看什么看 刚刚出家找不是你说的吗 有困难找林子 我什么时候学过 我说的是 有困难自己解决 阿宝从他抽屉里拿出了 沉甸甸的饼干盒子 让林子大惊失色 你要死你 接朝铁出去接 这道再来 我告诉你 我夜东京不招待穷鬼 宝总怎么能忍被骂穷鬼 临走前将一本存折 放进了林子的抽屉里 为啥只有五十万 问你这宝单还给谁买过 我偷了一家夜东京 我已经累死了 不会再偷第二家 这下林子终于满意了 丁森高 林子帮你买了 你帮丁森高五十万 还说不是黑店 李李得到风声阿宝 和范总晚上六点半 在红路看样品 他就把魏总 范总提前叫到 制真员搓合两人成交 魏总和范总谈成合作 很是高兴 给全制真员八十八桌 每桌都送一道霸王别机 西楚霸 制真员收购甲鱼的事 传到了林子殿 可他却一点都不担心 相信保总转瞬 就能反败为胜 这个宝总还是厉害 他人都没有来 上面要炸锅了 怎么办呢 他人都不担心 所以我们被继续 都不担心 它本身 community 是有写真 是生命bot 你这要是不担心 我只是一念 那么不担心 我一直在這裡